然后渐渐的 非常多的其他赛数的队伍的话 也改成一个双变的一个体系 是的 主要是现在 风之牢笼对我们的双变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对 但是你可以看到天然城人比较多 包括那边电子场和Nocturnal 都是选择了天然城 是的 这边阿达下来怎么这么多人 Red Hawk也在这 但是Red Hawk装备还可以 嗯 Red Hawk那边有个指甲 而这边阿达的话 其实149也有指甲 现在资源投放的话 可能会倾斜给天海一些 是的 天海这边也是个高物资区 嗯 这里直接上来 现在已经交了 这瞬间被秒了 嗯 密苏克这边的话 是吃到了一个剑气啊 是直接倒地而且阿达这边的话 是一个人数上的优势 又是一个帮山人给压力 那张的话 阿达是一个短暂的二打三 看起来不太好打了 想跑一波 但是应该是跑不掉的啊 嗯 阿达是不会让这个人头 乐到别人 证招了但是 状态其实很残了 这个 能找到还打完之后还能走吗 但感觉有可能走不掉啊 是的 哎呦 这个大会马扫其实有点东西啊 可以看到刚才那一波 其实弱竹是想通过一个跳A 直接A死 但是这个版本的阵导反击 说70%的一个减伤在的 这边直接是一个长血 这个弱竹群有点残了 现在直接交出来 这边在磐石 不敢出 嗯 与此同时天城那边也发生战斗 DN自小时面对到了BAMBUSHOT 而且这边39是已经带走了很久 嗯 现在看起来的话 呜 这边摆量多的话 天海已经倒两个了 就剩一个阴了 阴这边的话先拉开 看看能不能把自己队友给拉起来 嗯 而且KZ的话 其实落地加真的是有点厉害 包括狂鸟也在附近 呃 LDLC也在啊 那这里已经找到机会 应该是可以拉一下 LDLC这边的话吸引了 狂鸟这边注意力 而且KZ应该有可能要过来吧 是的 KZ这边是钢胆栏架 所以说他们在奥义上是有些优势的 萨石口过来直接做一个猜火 但是被震了呀 第四语有可能直接被秒了 那这一波的话护刀先倒 那边虽然说时间很残 但是这波团战应该是能打赢的 嗯 两个角里面还在拉扯 而且紫鱼和李星恒已经说有 也在这一个刀三个月以后 可能要被秒掉了 这边是Squeaky 嗯 是的 那应该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话KZ在附近 但KZ有可能好像是回去找TM了 越加而老的力 TM这个时候要返魂 应该是不会再把雷诺返魂了 嗯 附近找一个野区 稍微搜割一下 是的 这边的话 BAMPSHOT是胡桃在拉了 但NOKTUNO可能要过来 给电子厂一些小的麻烦 电子厂拉开了 BAMPSHOT这边要拉两个人 说实话拉 一定会被压 是的 已经在压起身了 这边已经叙叙代发了 但是他又不能不拉 对 而且KZ也过来了 所以说天生现在比较热闹 说不定还会给DNS这边 有一点机会 是啊 这就有机会了呀 BAMPSHOT这是可以拉的呀 找机会 拉起来的话 还不会被压起身 但是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KZ也有可能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对 KZ这边也没想打了 发现干扰了一波 你这边是在拉人 我不打你了 我直接拿打你个胡桃 其实现在大家都形成了默契 因为BAMPSHOT是在拉人 所有人都对这个 即将拉起来的人虎视眈眈 看看能不能再斩过一个几百分数 而且KZ这边带的是个妖刀机 前期打架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是的 Snakey这个时候应该是跑不掉了 DBS 不好说 毕竟是个天人城 嗯 天人城 但是这个胡桃啊 天人城地形比较复杂 不过没关系 如果不能救的话还可以反 MIT也来了 天人城不过也正常 我们跟天人城也这样 对 想了一下 全是其他赛区 想了一下 嗯 天人城其实是很适合乱战的一个点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 胡桃是有一个大概率拉人的可能性的 电子场在边上其实在找机会啊 嗯 电子场这边装备也还不错 我应该会稍微找一堆稍微消耗一步 对 而且电子场打过架 他们是有all-e的 所以说电子场只要做切入 电子场是很有机会拿到一些分数的 太难受了 真跑不掉了 这下是真跑不掉了 BAMPSHOT这边的话可能要被带走了 雪子直接给 而且这边的话 DOMMA是带BAMPSHOT的Snake Wellnest的人头啊 Wellnest的这波的话找机会的 这刚来反正就看到一个的 哦 这边要四手这边的了 而且还没有放了一个地气符 是的 那可以拉 然后来这边要跑一波 哎呦 怎么被抓了呀 我在树后面刚好一个走位直接被抓到了 小明这边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吧 被秒了可能要 没拍出来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往地气里回一回 被秒了 被秒了 我只能说海豹这个金刚红膜太关键了 这波阿达想通过这个地气去拉人啊 拉不了啊 拉不了啊这个位置 太开阔了 是的 没有掩体主要是阿达这两个哥们儿倒的时候 还带着奥印啊 所以说比较难受 149选择了直接返还 那这样的话 弱珠可能要先走了 我感觉直接走吧 这个还有20多秒地气就结束了 这个弱珠肯定得稍微往后拉扯一下 是的 肯定不会再过去了 死甲呢 直接走就行了 嗯 那LY这边海豹是利用自己的金刚符膜 为自己的队伍 打开了两个缺口啊 而且现在的话 LY手里还握着两个奥义 他们是很有一个进攻手段在手 海豹去地气里 收包 品一品浑重 对 被烫了一下 但现在好好地气伤害不是很高 然后注意到KD这边的话 其实手上也是有张地下符的 看一下 因为那边的地下符已经结束了 其实现在的话找机会是可以放的 不过对方的话 就是有金刚符膜这边一交了 来了 地下符这个时候交出来 KD这边使用了地下符 而且他们面对的是狂鸟 两边都是交了金刚符膜啊 现在狂鸟的想法就是脱离这个地气范围 再去跟你KD争胜 但是目前血性也不是很健康 下面一直有一个人在轨迹 但是主要是如果这边紫鸟能走的话 其实狂鸟是有血震的 庇护都没办法呀 来看来 对于天海来说 这个庇护的话真的是救不了火啊 李星看这边也可能也要倒地了 那狂鸟这边的话现在有点尴尬 应该只有奈何桥能走 但是奈何桥身上的话 现在是有一个追击的 就是被别人追击 被别人追击 就被KD给追击 是的 那镜头会要是给到TM TM这边兄弟们三极力返红了 他整体来说还挺富裕的 装备还不错 而且遇到的是LDLC 这对面一个指甲两个白甲 LDLC在我印象中好像也是个白甲 我觉得TM如果知道对方这个甲量的话 应该会上去打的 但这个时候为什么是TM先选择撤退 对 这边阿康米也是给了一波压力 但是 他勾了一下发现是个指甲 还没勾到后面那两个白甲 对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 看到天海指甲 那么变身之后很难处理 所以说先行撤退了 OK 稳一点 毕竟第一局 对 就像我们昨天的单排一样 第一局大家都是求稳的 没问题 而且手上的话毕竟还被别人接了个追击嘛 Nokton这边的话 也是直接从我们天人城稍微往外走走 然后这边遇到的是我们的Vionex Vionex前面也是在天人城拿到了一个击败分的 然后就直接撤出来了 他们还比较明智也比较保守一点 对 Vionex其实不能在天人城逗留太久 因为天人城的话其他赛区都对我很多 但这波Nokton 可能对Vionex有想法两方角度很准 我觉得不够假了呀 Pobby Slayer这两天单排没白打 这边的话怎么说 先叫一个金刚附魔 Vionex这些女手里有点小优势 因为她们金刚附魔如果交的话是一个后开的 其实差不多 Pobby这边的话其实学金有点残 但是她这边的话是个紫武器 不过自己学金有可能扛不住了 对方的话先叫一个晋天地 捞了一个 是的 但是这边的话手里已经抓一个杂品出来 能不能起火加本出呢 本出成功振脱 那这样的话Pobby直接被秒掉了 完了 Pobby倒了 那这边Nokton有可能不太好打了呀 是 而且Slayer手里还有一个签针B呀 这边的话 抓到差一点 诶呦 Nokton要先进球退了 看一下能不能拉下自己的队友啊 这个时候还在签 但是应该是没什么办法 这边抓过来了 这边要到了 赶紧拍 那这波的话应该是能拿两个几百分 嗯 而且玉头一直同时 暴打的时候是带走了LDLC的人 那LDLC的不是在 雅边虚亭那边吗 对 他们刚才是面对了 TM嘛 就溜了嘛 Tobby打得太凶了 他其实勾索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破甲的状态了 嗯 他就在勾索的这个 这个瞬间 过程中 一瞬间就没炸了 496里面也面对的战斗 是来自Cats Club 不相阵直接开砍 这个对于天涵来说是一个大杀气 因为妖娇的不相阵 确实是比较强的战斗力啊 但是两边都是招了风招 是的 开在这边的话 开在这边奥义都招了 那现在看起来 并没有打出太大的优势啊 是的 REGDUK比较危险了 这边REGDUK可能要先被秒掉 496的Tobby是先下一车 TriHARD也被抓到了 感觉应该是远程火力直接够了 嗯 差一点差一点 但是有个盘子啊 这个盘子放得有点高 对 他放在了半空中 那这样的话 496的激活是可以轻易地带到 这边的一个TriHARD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左边的淘汰分数 KZ拿到了六个淘汰 LY四个阿达 四个狂鸟 三个YX 三个暴打两个 DM和MIT这边遇上 JETM这个时候也赶到了 JETM这波拿的是什么阵容 戴着霓虹叶 是的 他们就这边踢到了 他们从一而终啊 而且风招龙先盖 JETM这边的话 准备是哪一步大分 但是里面吃雷无名 一直没着急放 鬼鬼 一个队伍看到两个队伍在打 直接上去和两个队伍开战 主要是他那个杀暴 但是如果接下来对方要反打的话 这个时候肯定要交 KZ没踢到 但是Pryce这边比较难走 因为自己是个胡桃 没啥机动性 当回MASA直接 哎呦还没震 对 那这边直接再接一个 拿着浪海 应该是可以直接收掉 是的 看看自己队友这边 现在什么情况 好像还好 在追一个没有假的 但是要 我 但有个问题啊 反昏 可是反昏时间 是已经结束了 刚结束 是的 在可能这边倒的话 就是真倒的呀 对 其实不如早点走 LDLC他们已经是 只剩一个不秒了 两个选手都已经 嗯 但是这波TM是想过来劝诈的 JT们还留着两个奥义 直接给一个试炼无名 而且文龙收律 还有说有个千军兵役在的 TMD的POPP 可能要先被秒掉了 我们天爱大师也被晕住了 但是后面有KZ啊 KZ这个时候也在观战啊 想观察一波 阿卡梅这边的话 开的其实有点早了 但现在的话 这边他也没有办法 掩护队友拉起来 自己收到火力太多了 队友直接交一个晋天地 看看能不能 看看胡桃这边能拉吗 再拉 但是自己怎么办 嗯 但是可以 在新天地里面稍微回忆 对 阿卡梅这边的话 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身躯 是抵挡伤害啊 阿卡梅这边直接被拉起来了 但是他们目前两个人都 三个人都是没有奥义的状态 肯定得撤呀 把战场交给我们的JT们KZ 嗯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一脚昏轮爵 主要是JT们 他们只有文龙 一个千军兵役在了 但KZ是没有经历过 一个大产美作战的 但是KZ刚刚那波 他说两波奥义 也是拿到了一两个套 两三个两个套在分 是 这一波的话 KZ也没有选择硬追 发现他有可能也不知道 对方这个吃零用命还有没有 我这么一说也是转的嘛 是的 而且这个时间有点太暧昧了 因为返魂已经结束了 如果真的 怎么又在被追啊 哎呦 嗯 BBS 而且又追到这个地方了 哎呦 这个地方不就是第一次 我倒下的地方吗 从哪跌倒 就从哪再次跌倒 来换个地方 分数也好一点 但是他队友看起来 应该已经不在了 对吧 对 嗯 就只有他了 嗯 已经放弃抵抗了 没办法 这还怎么办嘛 没办法 那也是非常遗憾 在我们第一局里面的话 先是被淘汰 这边阿达过来了 阿达这边 哎呦 拿了个驱风刻 是的 这个驱风刻的话 现在会产生 攻击魂域啊 这个攻击魂域 对于149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因为 你可以看到 现在大量的资源 侵蝕在了149身上 是的 但是他没有带体力魂域啊 可能看到了吗 在了两个阶抗两个阶抗 问题不大 就是如果你带满体力的话 再加上一个金甲 你的天海大师将会有6000多的血线 这个血线特别恐怖 但是对于149的选手来说 他需要的是一些进攻 刚刚 那个 哦 不是他们的魂组 我想起来 这边LY的话 把钱凑一凑 感觉开了个格子 这边最主要天然城突然就没人了 前面还大家在开会 嗯 因为天然城的话 其实这场比赛成为了 其他赛区队伍的一个首要选点啊 但是随着队伍的转移 一天成 变成了一座空城 嗯 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是这里 电子场这边有一个追击 追击的应该就是我们LDLC的 LDLC目前只剩一个毒狼 其他两个名称都已经淘汰了 但电子场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不敢贸然的进入到 我们 我们这个毁坠店 是的 他怕受到埋伏 呃 他可能怕是什么呢 是三个人一起挂在了这里 如果自己率先进去 很有可能被对面激活 瑟瑟发抖 后面也有细节 看树上 要看一眼 你看没事就往头上看一看 哦 我们这个安全区也是刷到了落日寺 嗯 嗯 现在黄烟湖那边也在安全区 KZ这边先转移 电子场算是原住民 回面一切 暴打这边是在拿一个飓风客 然后 那边那是LDLC两个队友倒的地方 然后电子场周围因为人有点多了 慢慢的人多了 有可能还不好去打这个追击 不好去做这个追击 而且我发现 KZ好像有一点变化 他现在进圈真的好赖哦 暴打暴打在埋伏 他在等人拿返魂服 可是 贵贵 现在谁是惨变 LDLC 对 其实不只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返魂服是一方面 而且暴打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因为自己已经是个安全区范围之内了 所以说暴打慢进圈自然有慢进圈的好处 就是可以避免一些战斗 而且现在他在整个边缘嘛 边缘相对来说 哎 这边还是把萨区后给收掉了 嗯 那这话 DLC也是淘汰了 还是选择就是往里走了 去看看 有人就走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但是这个惊喜的话 是暗潮臂的奖励 谁的 谁的还是 哎呦 哎 已经已出来 怎么直接被别人先打一套 哎呦 托比这边的话怎么说 直接精通附魔二话不说啊 那可能两个队伍的交战 那四九六里面的托比也交 系的这边是交了一个禁天地 但是被抓到了 看一下 Noktono那边的一个集果 能不能先秒掉呢 稍微撤开一波 但是没有拍出来啊 本来想躲对面天海的抓的 是 现在的话 自己队友这边的话 技能都基本上都交了 就剩一个禁天地了 嗯 是的 但是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刚才那波 四九六算是全部all in了 在上面的话是阿达 阿达有没有听到动静呢 小明已经切除了 自己的紫色衣卧风 而且 但是往左边一看 发现是一个月山 但问题不大 阿达这个纵向 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干什么吗 他们可能是想斗尺 哦不对 小明说是我走错了 原来你们找的是那一段 那我过来了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四九六来说 是有一个撤退的空间的 过到这边的话 有可能走不掉 只能往爱里面跑 但是有可能也跑不走呀 嗯 阿达这边的话 对这个击巴尊 我们还是垂肩欲滴的 直接过来 那现在的话可以看到 阿达这边能不能再去给点压力呢 看起来的话 这边若竹 其实没有奥一 可竟是主持统 应该是给阿达了 是的 而且若竹这边的话 为了求稳 把自己就开一个奥一 因为毕竟 他拿到几百分之后 还有反花破嘛 这边交一个奥一 其实等于没交 嗯 是的 那而且这样的话 是给四九六一个撤退的机会 本来四九六是跟这边的OCD 打了个难解难分 感谢阿达的几个兄弟 本来也倒不好说谁赢 对 反正那个时候的话 大家属于一个军事嘛 我发现四九六 每次都能 化险为宜 全身而退 化险为宜 地转局势 子余这个体力带着也太多了 嗯 其实现在天海的话 有很多种带法 比如说你带远抗带体力 或者是你给天海 去带一些攻击 这样的话 是让天海 会有一个更大的杀伤 包括之前 我们也跟其他人聊过 他们的胡桃 现在也会去选择 带一些攻击毁 嗯 要带 不然他们说就是胡桃 一般胡桃现在不会带那种 就是他的武器 可能更多的 或许是像常见这样的 嗯 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 有可能挂电器 但是如果你的攻击不太够 包括你的武器品 就不太够的话 就有点刮杀嘛 老痒痒 电器错备81位 这个是我们分数最高时光跟我说的 如果有问题你们走什么 我们的无剑修罗啊 无剑修罗 唯一解说无剑修罗 还是个教练 应该没问题 他理解应该没问题 嗯 在VNS这边是交了血阵的 看一下就究竟发生了什么 哦 VNS这个时候 本初交了血阵 但是目前假的状态还没打下来啊 又被勾锁 而且 因为他武器带走了 还被三球带走了 而且主要是VNS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什么呢 有点四面埋伏了 附近都是人 对 他最开始应该是被阿达打破假的 结果没想到 电子场这边过来 直接鸟冲 收着了本初这个人头 嗯 而且本初他这个胡桃啊 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去 营救这个本初的 这边三个队在这 感觉应该是中埋伏了 巧明挂了个伞 在这里 点一点 感觉应该是中埋伏了 这什么 带了是金色的什么东西 不好说 应该看起来像是那种什么驯奋 洞之雷刀啊 狂狼怒涛啊 这种 对吧 感觉像是这种款 嗯 而且JDM今天表现还不错啊 JDM他们是一个 虽然不玩双变身 但是每次都能拿到几百分的队 哦 而且这个位置说实话 虽然说双变奥义都在 但是你变一个想去拉人 我觉得不太可 嗯 嗯 这啥的 这边是被逼出来的 人太多了 刀马三队 就算变大了之后 附近的远程武器消耗 刀马也是很难受的呀 其实只不过刀马的话 感觉想利用这个 丁奥莫拉人有点想太多了 这一窝蜂 你看看这一窝蜂 他瞬间半选 打到身上多难受 是 那这样的话怎么说 4.2是先选择 进了一个房间挂住 刀马这边的话 是成为了重视之地啊 人头被小明盖走了 这种就是现在的话 因为你当你整个队伍 出现就是缺口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倒的时候 相对来说就是你很难 再去慢慢的把它弥补起来 就是要时间 但是别的队伍不会给你这个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Vioness剩了一个Slayer Slayer是Vioness的一个大功臣 他每次都可以 以估自己一个人 进入到决赛圈 然后帮助Vioness拿一些分数的 看看他今天一位一购头怎么样 昨天单牌不是练过了吗 哈哈哈 应该是有秀的 是 那而且Slayer这边很激进啊 因为自己直到现在是个毒狼 哦 那我们在那里面也出狙了 对 最后这个毒狼的话 也是被别离这边给带走了 那边 这边在消耗的是我们Cast Club 对 然后在打的是Redhawk 嗯 我们能看到目前 左边的淘汰分数 阿达拿了7个 KZ拿到6 JT55个 电动方法4个 狂角3个 Lanex3个 TM3个 报答2个 496两个 嗯 是的 现在的话可以看到 阿达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又是B输了一个金刚覆墨啊 这个金刚覆墨来自MIT啊 但MIT这边的话只有两个呀 本来Club要赶紧溜 赶紧溜 诶 诶 Slayer为什么在安语里面 他是不是去拿反魂服了 他不会在里面去队友 但是这边的话是给了一个 今天第一集聊 Lakala 我面对到了围攻啊 喂 有人救救我吗 呃 应该挺难的 现在他只能绕大圈 但是绕大圈的话 感觉哪里都是人呢 嗯 他不急其实也不多了 一个 可能会好一点 嗯 比较可行啊 而且那边很细啊 打状态把体力全扔了 看一下这边 Lakala 那个操作一直在拉上 还是被震了 确实啊 没办法 这没办法 三打一 没办法 对了 30个存活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YX那边 Slayer这边是拿了一个反应服 他其实拉起导马来的话 就是有一个即时战力嘛 嗯 对 双面伸的话 其实在决赛圈 是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看一下 GTM这边 哎呦 GTM全员副哥们 两子一斤 而且这个金武器给到了文龙 金武鱼也给到了文龙 对 主要是现在其实 宁红鱼的队伍特别少 像有些队伍 遇到宁红鱼的队伍 会很害怕 哎呦 他两个完美攻击 加上一个金破刀 我很期待他这一刀 砍下去是什么情况 而且他是个月山啊 他带的是一个破千军啊 对面选手直接问号 什么武器 哎呦 他这边的话 是被直接吹起来的 这头是被GTM的文龙带走啊 而且GTM这波 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以直接拿下这个GTM 阿达属于打工了 最后打工 哦 拿人了 拿的是刀码 没错 正常应该是拿刀码 然后想办法赶紧去换个篮甲 这个战斗其实比较混乱 我觉得刀码还是有 冬战战骑的可能性的 对 白甲的话变身雪太少了 就只有3000 刚才有个试魂战是吧 哦 没注意 没注意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地气的放的可以啊 只能说自然地气 确实有融线啊 确实 就感觉像是有人放的 就是精准 是不是是巨峰科学的是吧 很精准 大家应该有点闷 诶 什么情况 诶 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版本 然后我们看到了 就是我们火车店这边的话 因为本身就是属于一个 就是复合式的建筑 所以说的话 它这个建筑里面 其实可以带很多队伍 是的 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把 也是决赛宣 在我们的那个公司里面 然后一楼 二楼 三楼 都有很多队伍 然后并列了嘛 挂建器 对 其实不只是挂建器 而且包括那个时候围墙没有被刷走的时候 围墙和走廊人也很多 都能站 对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画低围牢 所以说 LORUS的地形太复杂了 电子场这边的话装备只能算一般 一子两蓝 而且我看看武器到都是紫的 都还行 对 但电子场这场比赛的击败分数 其实不小的 看一下他们在之后的一个表现 但是刚刚看他们魂域 最高好像都只有蓝的 然后还有一些白的 但是这队里面的话 是已经看到了 RedHawk的人 现在的话这边 就是已经刷新 这边的话已经被刷出来了 那也就意味着的话 接下来要动了 现在有没有队伍会意识到 就是最北边其实是没有人的呢 可能电子场会意识到 他们之前运营 我觉得好像都还不错 是的 而且他们确实是喜欢 往那个方向走 是的 对的 他们也是个会 自己不易 让你想不到 对的 得到Slayer DOMA呢 DOMA在哪呢 这里我记得有两个人的 Slayer 队友呢 我觉得应该是选择了 分头逃跑 而且你可以看到 刚才那边说完一个电子场 但是J-Team离那边 那个北边最近 他们是最先走出来的 那可能会J-Team会先占住电 是的 而且看起来的话 电子场还没有动 因为他们毕竟 其实离安全区非常近 他们会不会冒险 去跨越整个圈形 去转移到最北边 我觉得这个要存移 因为他们没有中间这些信息 就盲目的这种 就是这么大范围转移 其实是冒很大风险 对 其实需要考虑的因素 实在太多了 因为你不知道里面 到底有没有远处 他开始绕圈 我觉得绕圈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他就是从最右边开始绕 他们基本上每次的打把思路 都是从窄边开始绕 圈边开始绕 这样这样的话 其实风险比较小 但是可以看到 那边Cats Club 已经是站过去了 那大家都面临一个转移的问题 电子场这边的选择 无疑是明智的 但是39这个时候 上去勾一波 是看了一眼是吧 观察一下 对 Slayer刚刚有可能 他们前面就发现到 Slayer这边一个残血 或者状态并不准备好 而且自己一个人 虽然说他是两 队伍里还有两个人 但刀马跟他分开来了 是的 Redhawk这边的话 也是选择再一个点 那这个点其实很加进啊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会被很多人打到 是的 包括电子场 电子场这个时候过来了 这个位置一看 还不错 KT这边的话也是 这个地方有点腰好吧 这个地方有点腰 家伙 然后再放个伞 我之前就说过 你不放那个伞 别人还真不一定注意到你 我一定知道你的 然后你放个伞 他从下往上打 其实你那个伞还真不好打 我觉得这个小白 掩耳道理 问题不大 看到这边的淘汰分数 这些team又拿到了一个分数 是的 8个淘汰 阿达也是8个 KZ也是6个 这些team这边9个了 刚刚那个直接更新了 是的 KZ开到吧 这边拿到了4个LV 已经提前淘汰了 意思就是电子场 狂鸟 YLNX TM 包打 496 都在决赛圈会 发挥起不一样的化学作用 是的 29个存活 狂鸟这边的话 他装备也并不特别好 都是蓝甲 而且魂域这边的坏 都是蓝的跟白的 是的 因为狂鸟是一个败者组 所以说对于狂鸟来说 现在的一个竞争时期很重要 我有金的喷火筒 你们待会要当心一下 嗯 有金的喷火筒 喷火筒和一窝蜂 都是一个后续圈的一个大杀器 不管是喷火筒 李星恒已经破甲了 这个时候跳下来 不是跳到TM脸上吗 但是狂鸟的话 两个护法已经过来了 这个时候真的要动李星恒吗 我觉得TM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血线 对 他没打到 这是那个上面的那个打断 咱们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你看 这个一下子 身上腺素就加速了 看到没 这个只有散射 还好没有爆裂 还是算了 TM也比较保守 主要是他可能知道 现在如果开架的话 旁边附近 远程武器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自己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对 他只要开架的话 会引起一连串的划船反应 所以说这个时候TM很聪明 我觉得TM这个阵容 其实角色间有一定的竞争力 包括他们的装备很不错 那不如把宝压在决赛圈 哦 爆打这个时候也是在边边 跟 跟阿达是跟KZ 是的 招火 对 其实KZ刚才那个位置 他放了个散的事 还是被阿达给找到了 个盆火头 头顶上大来的 问题不大 我们496这个位置 现在阿达跟496的思路 应该都是一样的 就是想 就是他不管高点 还最后能不能站住 但是他首先就是 他要选择最后 从高点下来的那个 嗯 对 那这样的话可以主要是B站 最主要就想办法不吃远程武器 就算害嘛 对 然后尽可能的少掉一些技能 而且狂角里面的话是 宝创C在编制 YGG来了 同天而降的吃点 无名困到几个 听住了 一连串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 暴打能拿几个击败分数呢 然后和这边倒一个 而且队友这边的话 直接分这楼也交出来了 再看 接下来找到对方的胡桃 对方胡桃也交进天地了 这一波直接扰乱大战场 是的 YGG的话同天而降 是变成了混世魔王 但是DN里面的一个 已经进场了 把这边这个残骂 OK 听说你是混世魔王 来了来了 混世魔王的话被抓了 RMD和YGG全倒了 YGG的分数是 B-1的死量给拿下 但是又一个吃点 无名应该死来的 JT的别离 但是JT这边的话 就剩他一个了 那这一波的话 其实有点难受啊 这边文龙没有把自己的 这个奥义给开出来 别离这边先要拉开战场 那边的话又有一个 分子到楼上边的话 好像四四楼楼 Toby再开出一个金刚膜 是的 而且狂角那边的话 也开始战场了 包括手里还只是 交了一个千军避移的 是暴打的变化 只有R周哥一个人了 周哥里面常常在抓人 但是自己的位置 有点独目难知啊 下面的远生武器 打得周哥有点叫苦不叠 对了 现在这个场上 谁还有哪个队伍 还没有交奥义的话 是比较关键的 39这边直接被抓到了 CG-1这边也直接 开出了一个千军避移 所以说结果没有办法抓 周这边直接拍下来 但他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结果这少个机会变回来 变回来自己能走吗 这是关键问题 你们说一楼跟二楼 都是有人数 别看这边打得这么热闹 但是KZ那个位置 他们没有参与任何战斗 所以说KZ很有可能 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竞争者 而且里面 卡住了卡住了 踩到了 逃避 哎呦 这个位置的话 真的是跑不掉啊 桑天无路盾地无门啊 感觉紫瑜疯狂在抓血 抓到逃避直接往下 转逃避是硬生倒地 这下面的话可以看到 TM这边树顶画佛 点上39也再次金刚服膜 是的 看一下 这波树顶画佛 其实视野不太好 直接选择下来了 边上那边的话 39再次开启 这个自己的金刚服膜 这边抓一个 KZ是所有人都躲起来 没有办法双抓 而且电场这个时候的话 所有人都是满边的 不抓的是阿达小明 但是小明里面的话 其实拉扯得比较好 若如过来救驾了 想动我小明 但是这个时候 KZ应该是笑开的话 因为KZ一直没有 加入到正面战斗 是的 这个时候的话 虽然说再抓一个 但对方这个时候 今天你也交了 而且没有拍出来 三友这边血线很残留 跟他被秒了 所以有39直接倒了那边 阿达的话 其实交了你的金刚服膜 为自己的团队保驾护航 而且是交了一个阵在下面 但是149这边的话 能不能抓到人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有人都躲了起来 149这个金刚服膜 有点急 这个时候不到今天 对149来说无济于事啊 是的 主要是这边是一个假阵 对 而且再看到了 KZ那边的话 三个OE都是在的 不过戴赫桥这边的话 手上还是捏了 有个圈圈毕翼 最后的底牌 这边摆了 忍杰带掉意念 看起来黄角这一波的话 也是盆满钵满满啊 是的 但是这个时候 便利又来了 虽然我还找到KZ吗 但是KZ那边 你进步进阵潮 但是这个吃点无名 是运住了何 诺然直接给天气 便利能不能拿到一些 基本分数呢 TM这边想做反打 但这个时候KZ的话 是交了一个千军秘固阵 并且吼了一嗓子 是的 而且鬼机非常聪明 他当时没有去打这个晋孔夜 他可能觉得绝对 你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作用的 是的 但是KZ这边的话 双边身已经全交 只有一个晋天地在身上 但是TM这边也交奥义 能不能进场呢 这边有一个力量 直接过来给压力 TM这边振入金宝石不错 阿凯贝是找了个金刚附魔 这个金刚附魔 能不能给阿凯贝带来一些优势呢 14个存活 结果的话 斯莉尔现在还活着 他是Wionex的最后的希望 但这个固定已经插到之后 对方直接变身了 现在基本上场上能变都变了 KZ这边的话 这边虽然说被禁技能 不过问题不大呀 是 可以看到那边 如果足的状态好像还不错 感觉到应该是快有了 怎么说 又是一个力量 直接带到了别离 Wellness 正中大招斯莲尔 要远 Wellness 进攻猎叶了吗 这个时候 还是利用自己的 列地在疯狂在拉扯 这边的话 JTM 是的 JTM的话 也已经走了 因为刚刚就剩一个别离了 这边 狂奖身边的话 虽然说是满边 但这边 所有人都没有 太差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奈何球那边 比较危险 怎么说关联 队友在哪里 能不能救一下 现在给自己做一下脱险 只能上树 但树上人也比较多啊 也不有机会啊 就不了啊 紫虞跟零星 还在那儿 都是没有假的状态 都自身难保了 但是若珠这边的话 千军比已经赚好 准备清场了 阿卡米这边比较危险 现在的话 小明还在 并且小明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健康啊 是的 所以过的话 也带了 直接带了个假证啊 边上的话 又有个竞天地 若珠这边 学阶已经很残了 队友这边的话也帮不了 有地狐可以牵一口吗 很急 哎呀 没办法了 小明那边的话 有点体力不支了 现在的话怎么说 天母这边站在学阶里面 其实如沐春风一般 感觉天母这场比赛 是有一些机会的 但是狂角大不大应 这个时候有人怪了 大快把扫子之间激活 阿卡米直接被紫虞 应声斩下 紫虞的金刚护魔 直接要帮助狂角 锁定胜局了吗 现在这个场合的话 已经会非常小了 这边抓一个 YTC这边直接 短闪没有抓到 这边只 说抓了 那这样的话 KZ的两个哥们也倒 小明也倒 感觉狂鸟很有机会 TM还在站 但是狂鸟三个人站得很稳 但是TM的千军毕业的 神教交了出来 神教能不能给这边的一个TM 争取一些机会呢 我觉得有点难 但是不能放弃 现在的话 所有人都的鬼必安于的伤害 狂鸟这边的话 毕竟三个人还存在 鬼祭这边还一直在吗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鬼祭 但 哦 这个时候变开起了一个千军毕业 不过奈何桥这个时候 也已经开起来了 看一下还有最后四秒钟 3 2 1 OK 宣布平局 可以 并列第二 可以 OK 这也是没想到 今天我们全球总军赛第一场 居然是平局 知道 是我们的KZ以及狂鸟 并列第二 但是因为 应该是积分 总积分最高的应该是狂鸟 对对对 肯定是狂鸟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他们系数不过都是一样的 只是排名分的话都是三分嘛 对 击败上可能差一点 其实狂鸟我觉得 他们可能前进成为了败者组 但是到这个决赛 你也可以看到狂鸟迅速扑起来了 对 其实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到了败者组之后 进入决赛圈也是三个篮甲 但是在最后决赛圈 只剩11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金甲 一个自甲 一个篮甲 他们就